当人类可以通过基因筛选来生育优秀的孩子 那么是这个社会的幸运还是不幸呢 本期为大家带来令人深思的科幻悬疑电影 千钧一发 故事发生在许多年后的未来世界 在这里基因成了区别人和人之间最大的标签 因而在出生的时候 护士就可以根据基因序列 预测到他未来的健康状况 患病几率以及寿命等等 如果基因缺陷过多 就会被判定为瑕疵人 未来只能做一些像清洁工艺类的工作 而那些通过基因改造化的基因优化人 未来则会顺利进入上流社会 从事高精尖的伟大势力 很不幸呢 从出生起 我们的男主就是一个自然生产的瑕疵人 学校不仅拒收 而且就连医生也预测 他将来极有可能患上心脏病 最多也就活到30岁 迫于无赖 男主的父母决定再要一个弟弟 这一次他们放弃了自然受孕 而是通过基因工程 选出了一个没有疾病 拥有完美基因的孩子 自从弟弟的单身 让男主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 两者身体的差距 比如游泳 看谁游得远 然而每次到中途 男主都会因为心肺功能的缺陷 被远远的甩开 男主从小的梦想就是能飞上太空 但是父母劝他认清现实 在这个基因阶级的社会 瑕疵人是根本没有机会上太空的 可能唯一能靠近太空的途径就是去太空中心当个清洁工了 男主不信息 屡次伪造屡地去应聘宇航员 但是只要一搞基因检测 他就没有办法 多次碰壁后 他非常沮丧 难道瑕疵人注定就没有出头之日吗 不服气的男主再次向弟弟提出了游泳挑战 他不相信也不接受基因决定一切的轮调 这次的他卯足了一股劲 甚至抱着必死的决心扎入水里 便再也没有考虑过回头 这一次没想到弟弟体力跟不上 第一次主动提出要回去 也是这一次以弱甚强 让男主坚信 基因并不能决定一切 万事皆有可能 于是他撕下了合照上自己的照片 接下来他要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实现梦想 几年之后 男主卧行长胆的进入太空中心 开始了清洁工的工作 只为熟悉里面的环境和各项基因检测设备 休息的时间 他会利用每一分钟来锻炼身体 并将所有航空知识背的滚瓜乱熟 万事俱备 只差临门一角 为了通过太空中心每天严格的基因检测程序 他找到了一位特殊的商人 这个商人类似于皮条克 就是专门帮瑕疵的自然人 跟基因优化人建立联系 相互伪造身份的 因为就算是基因优化人 也会有阴沟里翻船的时候 比如这位名叫小洛的英俊男人 他原本是个游泳健将 不仅体格健壮 天赋过人 任何健壮他的人都感受他的基因完美 未来活到百岁都有余 可是在一次游泳比赛中 屡夺金牌的他 却失利 只获得了银牌 这对小洛来说 无疑是人生的污点 于是他选择了撞车自杀 但是最后没死 半身不随了 如今只能依靠 变卖自己的基因身份 来维持生活 两个人本来也有几分相似 为了近乎完美 蓝主换上了隐形眼镜 接受了牙齿矫正 削减同款发型 最后因为身高还差几厘米 甚至不惜做了断骨增高手术 小洛对蓝主的付出 感到十分的不理解 你明明是个瑕疵的人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去太空呢 但是很显然 他还是小看了蓝主 对梦想的执着 借助小洛提供的生物简体 蓝主顺利的通过了 宇航员的面试和检测 但这同样也意味着 他必须在接下来的每一天 都要做到万无一时 每天钻进清洁间 除去自身的死皮 指甲穴和毛发 再将小洛的料液 绑在大腿上 最后贴上带着小洛血液的指纹夹层 不过这一切的付出还是值得的 通过这几年的努力 蓝主以最优异的基因 以及各项成绩 获得了下次探索泰坦性的资格 但是还没来得及高兴 一场意外 却将他逼到了血压边 不知道为什么 专门审查宇航员资格的主管 被人用键盘砸死来办公室 而先前蓝主差点 就被这个主管给识破身份 凶案的发生 对蓝主来说是件好事 可是万万没想到 警察在勘察了太空中心 所有痕迹之后 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根眼睫毛 这个眼睫毛不是别人的 经过基因对比 是这里已经离职的一位清洁工的 简而言之 就是蓝主的原始生物样本 警方立刻将蓝主锁定为头号协议人 按理说 以他现在世人的样貌 一般人是无法轻易识破的 但是当看到公司里 到处都公视着他的照片的时候 心理防线还是绷不住了 迫于压力 他向小洛坦白的 自己有点打退堂鼓的想法 但是这次劝蓝主的 正是当初不看好他的小洛 通过这几年的相处 小洛也有些欣赏蓝主了 看到了他身上的蜕变 看到的蓝主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更何况 现在的他们是绑在一条船上的蚂蚱 一个人的失败 牵动的是两个人的命运 小洛的话让蓝主重拾了一些信心 为了缓解压力 他决定出去约会 而约会的对象 正是我们的女主 同样在太空中心上班的女同事 伊莲 女主是不完美的基因优化人 也算是公司里沉浸名列前茅的基因 比一般人肯定是强多了 但是因为心脏功能的缺陷 无法进入探索泰坦新的候选人名单 所以他十分仰慕拥有完美基因的蓝主 当然了 也就主动展开了求爱公式 蓝主也挺喜欢金发碧眼的女主 当晚的约会十分顺利 但是当他们回家 准备通过隧道的时候 却遇到了警察设下了离世关卡 蓝主只好随机应变 趁人不注意摘掉了会反光的隐形眼镜 再以刚和女主结果稳 检测结果可能不准确为由 要求将唾液检测改为血液检测 有劲无险的过了这一劫 俩人再次上路 但没想到女主要带他去一个地方 只见女主把车停到路边 就独自穿过车流 可是摘下隐形眼镜的蓝主 一米开外是人畜不分 为了不露出马脚 他只好硬着头皮过马路 最终俩人欣赏了一场美丽的日出 与此都是 警方那边也有了新的进展 上次调查睫毛 将全体员工一一录口供的时候 蓝主因为惊慌失措 忘记处理掉自己喝过的水杯 直接导致警察再次从垃圾堆里 找到了他的拖掩 你说你一个离职了多年的清洁工的生物样本 怎么还会出现在这里呢 那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冒名顶替了基因优化人 在这个太空中心 而且你就是杀死主管的凶手 所以这一次 警方要对全体员工进行静脉血液采集 这给蓝主出了个大难题 不过他早有准备 就是这么一转手的功夫 就完成了调包 最终的结果 警方的希望再次落空 无赖 只好从其他地方下手 既然凶手在冒充上流社会的人 所以他们突击去检查一些高级场所 哪知道恰好这天检查呢 正好蓝女主在这约会 难道就要束手就擒了吗 并不会 蓝主拉着女主 想从后门逃走 几击重拳将守候的警察撂倒 而听到声音赶来的 年轻警长大喊蓝主的名字 女主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但又不愿意相信 因为他早已喜欢上了 眼前这个男人 当晚两人进行了亲切友好 深入浅出的交流 看到自己的毛发 蓝主还是会条件反射的 把他收起来 清洗身上的死皮 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而女主将一切看在眼里 并没有戳破 因为蓝主亲口承诺过 他绝对没有杀人 隔天 年轻警长已经怀疑了 蓝主可能存在假身份 而女主看到他们正在收集证据 立马出门警告蓝主 回家躲起来 但是跑了了 和尚跑不了庙 年轻警长不依不饶 强行拉着女主 跟他一起去蓝主家 采集血液样子 与此同时 正在家里干活的小鹿 接到蓝主的电话 时间紧迫 赶紧装成健康的样子 应付警察的突袭 小鹿丢掉轮椅 靠着上半身的力量 艰懒的爬上 通往大厅的楼梯 整理好自己的仪表 并敲起二郎腿 来掩盖瘫痪 面对警长的审视 小鹿表现的淡然自若 甚至还主动向女主索吻 警长只是见过小鹿的照片 又没见过蓝主本人 所以他也无法判断伪造身份 不过既然来了 必须要线上再做一次血液检测 结果毫无意外 扎扎实实的显示 这就是一个完美的精英优化人 并不是什么瑕疵清洁工 警长任不死心 想从吸尘器里找点证据 然而里面一尘不染 因为蓝主每天都将自己的生物体 全部烧毁 这真的是一个好习惯了 警长还想去第二室找一找 此时已经返回的蓝主 就躲在柱子后面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通电话打来 原来其他的警察 已经抓获到了真正的凶手 虽然早已有了心理准备 但女主一时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转身离开 蓝主追了出去 极力挽留 并坦白了自己是瑕疵人的事实 但这又怎么样了 难道现在的他 就不是昨晚翻云覆雨的他吗 难道现在的他 就不是你爱的那个他了吗 与此同时 警长终于见到了真正的凶手 竟然是太空中心里的老都岛 老都岛坦言 为了这次探索泰坦星的伟大计划 他投入了半身的心血 无论如何 他都无法接受计划夭折 所以只好去杀害了 那个阻拦计划的主管 现如今探索泰坦星的计划 已经溅在悬上 他也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 就坦然认罪了 然而破案对于年轻警长来说 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他失落的坐在蓝主的工位上 独自等他 而此时蓝主也来到了中心 警长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他就是蓝主那个 基因优化的弟弟 即使是现在 弟弟也无法相信哥哥的成功 因为他无法接受一个瑕疵人 能走到这一步啊 他证明了一个自然人 竟然能比基因改造人 走得还要远 为了证明这不可能 弟弟要求跟蓝主 再来一场游泳比赛 两个人一起冲入海里 不管海面上浪花不断 不管天色逐渐暗沉 他们笔直的朝着前方游动 直到弟弟心中产生了胆怯 他觉得游得太远的 回不了岸怎么办 弟弟不明白 被世人所判定的瑕疵人 是如何突破自己 蓝主不甘命运的安排 他从不回头拼尽全力 竭力捍卫自己的梦想 他要向所有人证明 基因并不代表一切 万败十五皆有可能 回到女主的身边 蓝主揪下了自己的一根头发 如果要去举报 现在就举报好了 但女主松开了手指 任由头发随风而去 蓝主是不是优等基因 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他想得很明白 他们彼此相爱的理由 并不是基因 而是因为爱情 在坦坦性计划发射的前一天 小洛送给了蓝主一份特别的礼物 在冷藏柜里 有着足够他用两辈子的血液样本 而小洛也准备去远行 怀揣着复杂的心情 蓝主终于即将踏入太空舱 可检测医生 却在这个时候递给他了一个杯子 没想到宇航局临时规定 需要在出发前再进行一丝尿检 这回蓝主可没有带尿袋呀 无赖的笑了想 一切梦想都将成为泡影 也许这就是宿命吧 但是命运就是这么爱开玩笑 医生拿着简体进行基因测试 当看到不合适的时候 他并不意外 甚至还提醒蓝主 原来从一开始 医生就知道他是瑕疵人 因为他的儿子也是一个瑕疵人 能亲眼看到蓝主如此努力 如此奋不顾身的走到这一步 他由衷的感到钦佩和认可 瑕疵人也有实现梦想的权利 为了别人 也是为了自己的儿子 就在蓝主踏入飞船的那一刻 小洛也将自己关进了焚烧炉 他所谓的远行 其实就是终结自己的生命 小洛带着烂眉 代表他人生污点的银牌 按下来开关 火焰推动着飞船 带着蓝主去实现梦想 同时火焰也将银牌染成了金色 带着小洛实现了他完美的一生 故事的最后 蓝主打开了小洛临别前 送给他的信封 里面赫然躺着一缕 代表小洛优秀基因的头发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精英完美的小洛 就像是出生在精英家庭里的孩子 从小获得的一切资源 都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 而蓝主就像是寒门中的贵子 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 而他的世界充满着现实的冷眼 精英阶级可以举全家之力 培养孩子 而寒门贵子 靠毕生之运气 力天改命 但是举全家之力是可以看见的 而运气是摸不着的 贫穷的标签 是一种很难单纯靠努力去预约 就跟精英改造是一样的 电影中的蓝主如此的不信邪 用一切可能的方式 给自己力天改命 他成功了 不仅仅是资深的努力 也很幸运的遇到了医生那样的贵人 在最后千军一发的时刻 助了他一臂之力 因为像蓝主这样的人 身上承载了许许多多瑕疵人的期望 我们现在的社会 可能还没有发展到 以基因来给人定优劣的程度 但是不可否认 人类社会还是有许多方式来给人定性的 就比如所谓金钱的多少 地位的高低 城市人或者农村人 高个子矮子 胖子瘦子等等 人类不缺给人打标签的方式 因为只有将别人打上一种低级的标签 才能彰显自我的优越感 而优越感也是人类基因中原始存在的 烈性之一 不过我们需要证实这些人性的烈性 因为人类组成群体 社会抱团催泪的根本目的是 体面文明的活着 以及延续体面和文明 不然人类跟野外群居的野猪野狼 也有什么区别呢